女人伸手抠了一块蛋糕 快速把它送进了嘴巴 然后握紧拳头 砰的一身关上冰箱门 回到工作台前坐着发呆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自从公共退休搬到一起住 她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 马莎是一个职业作家 现在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两个人明明独占一方空间 马莎却总觉得被公共打扰 这天老猪想要热点饭 熟练地取出锡纸 敷衍地盖在饭碗上 然后转身放进微波炉 一个转身的功夫 微波炉直接炸了 惊得羊儿媳一跃而起 抱着粗口冲向厨房 没有关心老猪是否受伤 对着她就是一顿呵斥 这是两人相处的小插曲 自知犯了错误的老猪 试图缓和两人的关系 本来端着饭自然走开了 又到回来坐在餐桌上一起吃 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差异 像一团乌云笼罩两人中间 老猪是退休的武术教授 每天早起打一套太极拳 然后躺杀发上惬意的看戏 就是她设想的幸福养老生活 可羊儿媳与她个性不合 最讨厌看电视外放声音 二话不说便递给老猪耳机 老猪最终只能选择妥协 但语言上的不通 让矛盾都不可调节 在做晚饭的时候 灶台上面是中式爆炒 灶台下面是西式蒸烤 两人各做各的 仿佛是两个陌生人 直到儿子和孙子回来 才结束了这场无言的硝烟 却开启了一场新的争夺战 两人在饭桌上抢着给小猪加菜 像争宠一样抢夺小猪的目光 彼此看到对方说话 都忍不住要小猪翻译 生怕对方说自己坏话 不和谐的腔调越来越明显 小猪也不知道该如应付 只好朝他们伸出双手 这才有机会吃个安生饭 晚饭结束后 老猪落寞地引在夜色中 陌生的环境 不通的语言 都让她感到格格不入 马莎也找到丈夫抱怨 公公侵占了她的书房 让她没有思考的空间 导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想要说服丈夫搬家 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不用和公公待在一个空间 但小猪也有自己的考量 一口否决了这个提议 导致两人的矛盾不断加剧 好在有周末的中文学校 孙子在这里学中文 儿子也可以打篮球 老猪还可以发挥余热 给当地华人教授太极拳 这天正上课的时候 一个风韵犹存的老太走了进来 他是隔壁烹饪教室的老师 想要借他的太极式上课 偌大的教室一分为二 一半热火朝天的包包子 一半忙着上课练拳 忽然有学员请教划拳的动作 只见老猪一个马步蹲起了架子 太极拳轻轻一推 就将学员推到了烹饪班 引得所有人拍手叫板 大胖子也跃跃欲试要挑战 老猪抬眸看了陈老太 又看了看包子一眼 顿时有了恶作剧的想法 使出毕生的功力 将胖子推飞到了目标处 将案板上的包子全砸地上 陈老太看出他老小孩的心思 压箱底的那两手迟早是要抖得出来的 老猪老脸一红赶紧道歉 陈老太也没有计较那么多 反而邀请所有学员包包子 一行人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而老猪也感觉与陈老太投缘 回家之后 兴致勃勃地提了一幅字 要小猪带外面去表起来 送给陈老太当作道歉礼物 但马莎因为没找到书瓶 直接气出胃病来 杨儿媳正在接受把麦 由于不信任公共的医术 加上一直紧绷的神经 一下受刺激得了胃出血 剧痛让他失声尖叫起来 孙子不吃他喂的米饭 你爸妈妈弄坏了 指责爷爷不该那么用力 老猪无奈放下汤匙叹了口气 看着儿子收拾住院的衣物 老猪试图解释清楚病因 儿子一把把他推开 对他的道歉置之不理 用行为和态度埋怨父亲 小猪知道刚刚的行为过分 却拉下不连给父亲道歉 抓起他的书法往楼上走 爸 你有表达姿势这张吗 想要讨得父亲的欢心 伤害已造成 太晚了 老猪直接夺过来 拒绝了儿子的好意 孙子的不理解 和儿子冷谈态度 彻底伤害了他的心 家庭矛盾进一步加剧 但小猪无力更改现状 借着去医院逃避现实 这天老猪带着礼物找陈老太 却发现烹饪般的老师换了人 经过询问之后才发现 陈老太去了北边的学校上课 老猪落寞地蹲着抽烟 好不容易有一个了得来的人 于是恳求儿子打了电话 结果却没人接听电话 最后只能留言交代回电 老猪忐忑不安地后在客厅 在电话响起的瞬间拿起电话 两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便意气风发地赶去会面 将道歉礼物递给陈老太后 老猪才算了解了一桩心事 马莎出院后态度依旧 老猪却心怀歉意 特地泡茶给她道歉 马莎从头到尾都没碰那杯茶 就像两人的关系一样 陷入冰封期无法破冰 在吃饭的时候 马莎又犯了牙疼 老猪伸手要给她把脉 却被儿媳嫌弃地避开了 老猪自知吃力不讨好 便要出门抽烟透透气 马莎此时也烦她 直接默许了她的行动 这弯一直溜到天黑 小猪下班回家不见父亲 赶紧开车出去找人 可她找了一圈又一圈 都没看见父亲的踪迹 可老猪人生地不熟的 究竟能跑到哪里去呢 新娇的小猪只能报警 然后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 迎接她的却是妻子的抱怨 小猪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 而女关照年老的父母 要像父亲关照孩子一样用心 是刻在她骨子里的东西 妻子无法接受父亲 让她彻底暴躁发狂 愤怒地摔了所有的东西 马莎从未见过丈夫这样 吓得躲在楼梯不敢出声 幸好老猪很快就被找回来 一进门就看见满地狼藉 她立马动手帮忙收拾 马莎也加入进来 两人第一次那么和谐 团结起来处理烂摊子 酒醒后的小猪也后悔了 她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无力改善现状 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面对妻子的质疑 她翻身下床要跟父亲摊牌 其实老胎被嫌弃老了没用 被女儿联合外人卖自己 故意撮合她和老猪在一起 就能顺理成章地赶她出门 老猪听了也无比心寒 两人一大把年纪了 竟然要受孩子们的摆布 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老猪给儿子留了一封信 言辞中都是满满的失望 几十年相依为命的父子情 最后却联合外人 设计让自己搬出去 老人家不用你敢 我自己会走 是老人家攒满失望后的反击 老猪就这样离家出走了 那日小猪前去找父亲摊牌 却发现父亲没有起床锻炼 赶紧来到她的床边探额头 发现父亲昨晚受精生病了 她瞬间掩齐膝 当媳妇追问说了没有时 小猪表明父亲生病不适合说 只能另想办法让父亲搬走 却不伤两人的父子感情 于是她和陈老太女儿密谋 试图撮合两人的父母在一起 便约了周末的野餐 大家有意无意地走开 留给两人独自相处的时间 在爬山的时候 也是将两个老人远远抛下 走着走着 陈老太就哭了出来 天真的老猪以为她在生气 安慰她不要跟孩子们呕起 陈老太说出他们的阴谋 老猪听了后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就留了书信离家 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打工 但刷盘子的速度太慢 供应不上出菜的需求 店老板对她很不满意 要她吃过这顿饭就离开 店员们纷纷为她求情 老板勉强答应再是一天 老猪非常感激她 却连一口白饭都难以下咽 夜晚回到狭小的出租屋 想要打坐锻炼一下 没一会就累得到床休息 第二天工作的时候 同事们都跑过来帮忙 但依旧赶不上餐厅的需求 老板找来了年轻人接替她 缓口出狂言辱骂她 说她是共产养成的废物 这话彻底激怒了老猪 立即与老板争论起来 老板恶言恶语不断拱火 还要轰老猪出去 老板上前拉扯老猪 发现果然动不了她分毫 明白老猪是个恋家子 就派店员一起上前哄她 店员们不愿做违心的事 最后却为了养家糊口妥协 一群人使劲也推不动她 员工见状也纷纷不干了 但老板没有放弃念头 请来一群街头混混 一个个都被老猪撂倒 闹出了动静引来警察 还上了当地的新闻 夫妻俩看见后认出了父亲 小猪赶紧开车赶往警局 在拘留所见到了父亲 老猪不吃不喝不睡觉 落魄的样子叫人看了难受 小猪的内心十分愧疚 急忙说自己搬了新房子 要请父亲回家居住 老猪拒绝了这个提议 要他帮忙租个单身公寓 这样大家见面 还有一个三分钟 老猪明白了 要想儿子的家庭幸福 自己必须得退出去 故事的最后 老猪在唐人街开了武馆 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片子开始讲的是文化差异 但真正的内核却引发我们思考 当生养自己的父母老去 我们该如何同他们相处 会像父母爱自己那般爱他们吗